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第二实验小学的赵一凡老师。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学习内容是我的梦。 同学们都做过梦,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在梦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奇妙又有趣。 请你回忆一下,选一个你做过最有趣的梦,和大家分享。 我有一次梦见一个大怪兽军腾攻击地球,我变成了飞行员和他们对战,最后他们被我们打败了,很多人都跳伞了。 我有一次梦见自己和好朋友来到海底探险,我们开着海底探险车,看到了很多神奇的植物,它们有的特别漂亮,有的却很危险。 同学们的梦可真有趣,你做过什么样的梦呢? 今天就让我们把这些有趣的梦画下来吧。 说到画梦,有一位画家也画出了自己的梦,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梦里都有什么。 老师,我看到这幅画左边有一个很大的牛头,牛的脸像是透明的,透过它可以看到远处的蓝天。 嗯,草地上还有一个人在挤牛奶,画的右边有一个巨大的人脸,像是正在和牛聊天。 他的脸是绿色的,眼睛和嘴都是白色的,手里还举着一棵闪闪发光的树。 老师,我还看到画面中间,像是有一条很梦幻的小路,路上有一个正在走的男人,还有一个倒着的女人,好像在给他指路。 远处是五颜六色的房子,它们有的正着,有的倒着,非常有趣。 同学们观察的可真细致,这位画家可真是太大胆了,他把这些景物画成了想象中的样子。 在牛头里可以看到远处挤牛奶的人,人的脸可以是绿色的,人和房屋还能倒置。 他将一切常规打破,使画面变得奇妙,有趣,又梦幻。 这位绘画梦的画家就是夏加尔。 这幅画叫做《我和我的村庄》,画的正是夏加尔的故乡。 夏加尔是一位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画家。 他把物体的大小、形态,画得跟现实生活不一样。 把各种色彩,画得跟现实生活不一样。 这里的时间、空间、人物与现实生活都不一样。 这些不符合现实的内容,表现在画面中,就产生了梦幻般的感觉。 那,同学们,你们觉得夏加尔把自己的故乡画得这么梦幻,这么富有想象力,是想表达一种什么情感呢? 老师,夏加尔把他的故乡画得这么奇妙,我觉得他一定很爱他的故乡。 你说得太对了,夏加尔把故乡的动物、人物、景物组合得奇妙又有趣,表达了他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和对故乡村庄的依恋。 你发现,画中还有一些几何图形了吗? 老师,我发现在牛头和绿色人脸中间有一个圆形,边上还有一个小圆,牛头像是一个三角形,那棵小树也在一个三角形里面。 你的观察真细致,夏加尔运用这些几何图形,把各种形象联系起来,让人感受到在他的故乡,人与自然的和谐,万事万物都充满温情。 这么有创意的构图形式,是不是也给了你什么启发呢? 让我们再仔细看,这幅画的图色有什么特点? 老师,我觉得这幅画很多的地方,图色都不均匀,有的地方颜色深,有的地方颜色浅。 你观察得很敏锐,不过夏加尔可是故意这样图色的呢。 他把很多颜色从深到浅,或从浅到深的图,使颜色逐渐发生变化,给人神秘浪漫的感觉。 为画面增添了梦幻般的魔力。 我们把这种具有逐渐变化效果的色彩,叫做渐变色。 快来找一找,画面中都有哪些地方使用了渐变色呢? 你一定找到了更多的渐变色吧。 看,下面这两个红色的渐变,还有些不同,你发现了吗? 老师,左下角这个是红色从深到浅的渐变,右下角这个是红色渐变成了黄色。 你观察得真仔细。 我们把一种颜色从深到浅,或从浅到深的渐变,叫做单色渐变。 把一种颜色渐变成另一种颜色,叫做多色渐变。 夏佳尔正式运用了这些变幻无穷的渐变色,为画面营造了梦一般的效果。 每个人的梦都不一样,很多画家也特别愿意把自己的梦或无限遐想表现出来。 下面让我们走进一位画家的梦,去看一看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定感受到了画面中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吧。 这些梦真是太美妙了。 画里的渐变色使用得也很有意思。 你是不是也想赶紧来表现自己的梦了呢? 别急,拿出你的水彩笔或油画棒,让我们来摆一摆渐变色。 你是怎样摆的呢? 可以是单色渐变,从深到浅或从浅到深,或者中间深两边浅。 也可以是多色渐变,从一种颜色渐变成另一种颜色或更多的颜色。 方法实在是太多了。 快来摆一摆你的彩笔,看看能摆出多少种渐变色呢。 选择好了渐变色,让我们来画一画吧。 我选择从红色到黄色的渐变,先涂红色,尽量保持一个方向均匀涂色。 慢慢收力,使后面的红色变浅一些。 然后涂最相近的颜色。 涂色时压一些浅面的颜色,可以使渐变更加柔和。 涂每一个颜色都压一些前面的颜色。 还是保持一个方向均匀涂色。 这样,渐变色就画好了。 用这种方法,你还可以画出单色渐变。 请你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方法画出好看的渐变色呢? 看,同学们,真是太有创意了。 你发现,他们是用什么方法画渐变色的了吗? 老师,有的渐变色是由一块一块颜色组成的渐变。 有的渐变色是用线条排列出来的。 还有的渐变色是用点点出来的。 你观察的真细致。 希望大家还能有更多的方法画出好看的渐变色。 在老师的记忆里,也有一个奇妙的梦。 下面,让我把它画下来。 看,这就是我。 在梦里,我穿了长长的梦幻般的美丽裙子。 我摸到了月亮,它是那么明亮。 一只花羽毛的鸟正用嘴拽着我的裙子。 一只蓝色的大猫注视着我们。 不过,很快,它也被月亮吸引住了。 美丽的珊瑚 遮住了半个月亮。 它被月亮照得透明发亮。 周围还有神奇的会发光的植物。 我用了很多方法画间变色。 你发现了吗? 我们可以利用想象与夸张, 把真实的形象和梦幻的形象组合。 真实的色彩与梦幻的色彩组合。 画间变色可以使画面更丰富。 更梦幻。 但也要注意主体色彩和背景色彩的差别, 才能让画面更好看。 看,老师的梦就画好了。 再让我们来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吧。 你觉得他们画得怎么样? 今天你学会画梦了吗? 好,就请你回忆一下你做过的美梦。 用颜色渐变的手法, 把梦中的奇妙情景画下来并讲给大家听。 然后你可以评价一下自己的作品。 如果你画的梦奇妙又有趣, 就可以得到最佳创意奖。 如果你画的渐变色, 丰富又有创新, 就可以得到最佳梦幻奖。 再把你的作品通过各种方式分享给他人, 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吧。 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